对齐同伟同志 我们有任何的误会 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跟大家说 这位同志 就是靠吹吹捧捧上去的 我举个例子吧 当年我在市委秘书一处 齐同伟同志呢 是公安局郑保处的处长 当时赵立春同志 要回乡上坟 我和齐同伟同志陪同 齐同伟同志真能做得出来啊 到了赵家坟上 哭通就滚下了 那是真哭啊 鼻涕眼泪全下来了 清明时节雨纷纷 亦父亦母哭作坟 痛哭流涕表忠心 只为仕途上一等 这是沙瑞金空降汉东的首场会议 更是李达康和高玉良的首场正面交锋 而高手过招听话而不知其意 讲究语言艺术娴熟运用 更讲究言语之间的刀光剑影 汉大帮首席大弟子齐同伟枯分一事 被李达康在这个庄严的常委会单独列举 讲了出来 其用心之险恶 凶险异常 谁都知道这是李达康和高玉良的斗争 谁都知道齐同伟只是个说辞 可大佬之间一举一动 皆有深意 一词一句皆有目的 来走进今天的这场会议 近距离感受两位大佬之间的对决 体验一下什么叫 我看了一部电视剧 可到头来才发现 我只是看了一个寂寞 我不知道达康书记 想见枯分说明什么 说齐同伟不是个好东西 该拉出去枪毙 不至于吧 高玉良到底是知识学者出身 到底是深知语言艺术的重要性 只是简单的一句话 就把齐同伟逢营拍马的负面形象 偷换成了友谊针对 高玉良就只是一句话 就让本事信心满满的李达康 瞬间哑口无言 只是如此一来 一直和高玉良不对付的 沈纪委书记田国父 更是就高玉良的诡辩说辞 给出了一句颇为讽刺的回应 只是陪着领导上上坟 能有什么生命危险 只是给异性祖宗哭哭粉 怎么就变成了拉出去枪壁呢 高书记不要着急嘛 达康书记只是就事论事 小小气小小气 如此明显的战队 如此明显的挖坑陷害 高玉良哪能看不清眼前之局势 只是为了大弟子齐同伟 高玉良只能咬紧牙关 捋清思路 为了齐同伟的政治生命 只能继续批杀在前 向前冲锋 达康书记刚才说 他亲眼所见 齐同伟枯粉 但你有没有想过 这位齐厅长 是不是因为触景生情 想起了自己的某一位亲人 或者恰在那个时候 他的一位亲人刚刚去世 枯粉不是攻击理由 枯粉更不是否认一个干部的根本 正如高玉良所言 也许人家齐厅长 乃惜真情流露 也许人家齐厅长 乃惜触景生情呢 一切皆有定数 一切皆有可能 只是既然选择战队杀锐精 李达康自然不打无准备之仗 于是就高玉良的解释 李达康给出了一句 看似玩笑的回应 我还真了解过 他的父母都健在 他们家是长寿家族 高玉良的解释 让李达康找到了讽刺的理由 没有调研 自然没有发言权 可有了调研 李达康自然能够畅所欲言 父母健在 何来触景生情 家族皆都长寿 又哪来的亲人刚刚过世 有这种可能吗 当然有 只是这种可能 不会发生在齐同伟身上 更何况高玉良的解释 只是被李达康的一句玩笑话 彻底破坏了不说 还沦落成了正常会议的笑话 高玉良自然不甘心 自然要选择反抗 你还真调查过了 好 即便如此 那又怎样呢 这齐厅长 是违反了党章哪一条 国法哪一款 或者说 是干部任用规定的哪一项 不管你有没有做调研 也不管调研是否真假 高玉良就只是一句话 就彻底把调侃拔高到了 干部任免上面 彻底把枯坟和干部任免 紧紧联系在一起 只要党纪国法没有明确规定 干部不能声力俱下 跪倒在地枯坟 那你们就不能给齐同伟头上扣帽子 更不能就抓着这件事 不给齐同伟晋升副省长的机会 所以高玉良的问题属实难以回答 只是有了之前的嘲讽 田国父自然不甘高玉良扳回一局 所以就这个干部任免问题 田国父继续将流氓本色 发挥到了极致 什么叫黑色幽默 向来逢高弊怼的田国父 已经给出了正确回答 你的回答很是荒诞 你的回答很是哭笑不得 我们不接受更不会接受 更是这一打岔的功夫 给了以达康稍许的反击时间 很明显 李达康不想就齐同伟的问题 和高玉良继续扯皮下去 他选择把问题 抛给了省委书记沙月清 意思很明确 沙书记 你再不表态 齐同伟上位副省长 就真的无法阻止了 只是李达康如此明显的暗示 高玉良自然听懂了 所以没等沙瑞金给出回应 高玉良就再一次 把话题抢了过去 他要继续保持对话的优势 他要继续把握对话的主动权 大考手机 不要急于责问 我的话还没说完吗 是 玉良同志 接着说 前年 这延台时一位市长过生日 那就不同了 属下368位干部 就干脆直接送钱了 送了多少呢 289万 啊 这位收钱的市长处理了没有 也没处理吗 处理了 判了15年 这没什么可说的 但那368位干部 注意听 高玉良又开始转移话题了 再一次把话题的高度 向上拔了一拔 以沙瑞金为首的联盟公事 已然初步见效 独目难知的高玉良自然不能就齐同伟的问题抓着不放 毕竟越描越黑的道理谁都懂 高玉良所能做的只能是扩大战火波及面 只能是寄希望于法部则中 同志们 这种官场现象的形成 并非一日之功 也不是我们汉东一省的特产 因此 光靠我们十几个常委开几次会 发几个文件 就能解决 高玉良的算盘自然打得又亮又响 只是官场追责 最继扩大战火 尤其是否认上级领导的决断 如此一来 势必会让领导不高兴 更会就高玉良提出的问题 给予高度重视 那么玉良同志 这就没办法解决了吗 能解决 而且一定能解决 但要有个过程啊 今天朝委会议的议题很明确 无外乎就两点 一明确汉东省干部腐败 二就干部腐败 做出明确指示 只是这个所谓的指示 就只是杀月经一人说了算 而杀月经的目的更是简单 冻结一切 汉东省人事任免 只是如此一来 齐同伟虽然暂时得以保全 可一力偏袒之嫌 必定会给杀月经书记 留下坏印象 所以既然扩大了战果 何不妨再拉扯一下 杀月经在意的陈严实老同志呢 只是有了陈严实做铺垫 还不够 高玉良必须要让杀月经认识到 汉东省干部任免冻结之难办 绝非开一次常委会就能决定的 更绝非只是简单的 开除一批公职人员所能解决的 陈严实陈老跟我说 好办 好处理 全撤职 杀月经 全撤掉 那言台全市的干部体系 都夸了 领导您看 不是我替齐同伟开拓 也不是我否定领导的决定 而是现实就是如此 领导贪 下属贪 从上到下各个贪 领导您给个解决办法 您说怎么办 我绝美二话 当年为了解决这些干部问题 常委会上确实 意见分歧很大 高玉良这个问题存在吗 当然 高玉良这个问题难解决吗 更是难上加难 只是杀月经到底是汉东一把手 更是手握干部任免大权 关键要看杀月经如何解决 而杀月经的解决办法 更是简单之介 汉东干部队伍的问题 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怎么解决呢 其实很简单 按党纪国法办 高玉良 你不是说干部出现问题了吗 那好 按照党纪国法办 你还有什么问题 你还有什么担心 你高玉良擅长诡辩 能把冯英拍马和干部任免挂上钩 那杀月经自然也能够 把干部任免上升到 整顿党纪国法的至高层面 你们谁有问题 谁又敢有问题 既然没问题 那我就直接宣布决定了 那么我提议 对这125名干部的任用先冻结 一律按照干部的任用程序 重新渗入考察 在广泛听起了群众意见之后 再做决定 余地从来都是自己留给自己 行得正自然不怕渗入考察 做得端 更不怕广泛听取意见 明面上看 这次会议只是杀月经一手策划 意在挑拨双方矛盾 只是既没矛盾 又何须惧怕 别人挑拨呢